我是覺得我老公呢 他就是有一件事情 我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平常他都是不太管我的 只有呢 晚上看到我在吃宵夜的時候 因為我有吃宵夜的喜歡 可能吃點零食啊 或者是吃個麵包 他就會開始 打開了那個愛念的那個開關 他就會跟我在那邊講說 你們當藝人的 你不覺得你這樣很沒有道德嗎 平常他這樣念我都覺得還好 就是有工作的時候 他這樣念會導致於我 好...不吃了... 然後直接去睡覺 那直接去睡覺 你知道我晚上是會做噩夢的 後來我就覺得不要再念我了 吃個零食有這麼醉過嗎 很了解啊 我也是要紓壓啦 你們也要吃點東西啊 不然你工作都一整天都沒吃 對,都沒有吃 我為什麼不在這個時候 好好慰勞我自己呢 所以呢 其實我的朋友呢 就介紹了我這個 這個呢,它叫做 你知道 它就是我們這種好好慰勞 這個晚上吃點零食的人的 好幫手 它是那個什麼那個 琴水家族 就是一個日本的很厲害的人 對 很大的公司 他們的公司超大 主要的是呢 它已經就是那個研究三百年喔 三百年的歷史 所以就是... 而且我們日本人認為是 他們的品質非常好的 所以我們大家就是 對這個品牌很信賴 這個磨浴呢 它就是一種 就是由這個品牌 這個廠商呢 它種... 就是親自在日本種植出來 這個磨浴 做成的這個日本磨浴錠 它會讓你有飽足感 你就不會覺得 你餓了一整天就拚命的 把食物 把手在裡面散 會有飽足感 你看哦 為什麼呢 我做一個實驗給大家看 然後我就把它放到水裡 你看一下 它現在呢 它其實漸漸的就開始 融了 崩潔了 它是那種崩潔的狀況 沒有幾秒鐘 它其實全部就崩潔了 然後我把它攪一下 它是不是很快的就化掉 就散掉了 對 就散在水裡 對,好色啊 又有一種化成一鋁煙的感覺 它就會在你身體裡面 立刻化掉 那化掉要幹嘛呢 為什麼會有飽足感 化掉不就化掉 不,你看 三十分鐘之後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像果凍狀 好稠耶 好稠 它就會這樣很稠 因為它是滿滿的高鮮的植物 在裡面 所以你吞進去之後 要喝很大量的水 去讓它這樣子嘛 它是吸水的 膨脹 因為它就是會吸水的 不是會有味道嗎 再來,你說對了 比如說你們男生喜歡喝可樂 每天一定要一杯咖啡的 或者是一定要喝牛奶的 你就把它放在你的飲品裡面 然後攪一攪喝下去 其實有味道嗎 你們現在喝 沒有 它可以幫你 另外一個功能 因為你知道魔芋這種 這個植物它是高鮮的嘛 你吃下去它會馬上膨脹之外 比如說像麻辣鍋 冬天派對的季節 馬上就要來了 它其實就會把你 麻辣鍋整個油 吃下去的油包覆起來 然後跟著你的這個 跟著你的便便把它排出去 所以就是你吃了任何一丁點油 都不會囤積在你體內 變成你身體的一部分那個肥油 真的 因為像這種產品 其實早就有了 而且在日本就是 我吃前有吃過兩、三個東西 其實還好 但是這一家的真的有效 而且是我的媽媽有吃 然後呢 因為我媽媽就是女生 她很容易便祕 但是她開始吃這個的時候 她說就是比較生長 因為有高鮮嘛 對 然後就是她跟我講說 她瘦了兩點五公斤 但是她瘦兩點五公斤 應該是一點五公斤了 喂 怎麼會這樣 你膳膽 媽媽就是講得比較多 膨脹是不是 對 其實他的皮膚變得好 因為那個就是拍卸就是比較適 所以就是她長多多的 幹嘛就比較沒有 加上它有高膳食纖維 補充你沒有吃青菜 水果的那個膳食纖維的不足 然後幫助你排掉 那你膳食纖維 你體內環保做好了 你怎麼可能會怕 所以在減重或保持身體 真的很難 很多人會用節食 就是不吃的方式 像我曾經就是有試過 完全藉油跟藉澱粉 只吃燙青菜 一個月我四十三公斤 一個月我就瘦到變四十公斤 這很難 可是你知道 我那就是覺得好有成就感 可是後續就竟然發現 這三公斤換來的代價是 我的頭髮掉了三分之一 對 就是會掉頭髮 然後我才覺得 養分不均 對,不能隨便結食 沒有碰澱粉 我曾經問過一個髮型師 他說不碰澱粉 女生比較容易掉頭髮 對耶 營養真的要均衡 三餐的飲食 一定要就是按時吃 但是真的不能亂減 可是像我們就是會很想 比如說吃零食的人 有時候也不要太虧待自己 像晚上看電視 有的時候就想要把這一大包給剋掉 但是以前不行嘛 現在我覺得很酷的是 因為有這個磨浴錠 它有很高的膳食纖維 可以幫助你有爆竹感 又可以幫助你把肺油全部排掉 最後給大家看一下我的身材 其實我昨天才去 怎麼才差那麼多啊 我昨天才去吃燒肉 轉一下,側面啊 就是其實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真的 根本沒有墜肉啊 就是這一盤 你就放在包包裡 你吃大餐 你就把它拿出來 趕快補充 其實你再也不擔心說 你吃下去的東西會變成油 會變胖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哦 按下鈴鐺 讓你及時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看我們這些精彩的內容 趕快點選這些影片哦 我支持你們一次的內容 那就請保留 我們這樣子 你以為有多 我議員 請保留 我 就 你 請保留